但您看到花莲南北狭场的地理环境 部落族人碰上了法律的相关问题时 就算有法服的服务也往往会因此而却步 反倒造成了自身权益受损 那么南区的县议员林玉芬有鉴于此 特别是结合律师下乡 提供南区的乡亲族人面对面的咨询解答 也让法律知识能够更普及化 经过第一次的法律咨询服务后 这一次有更多族人前来排队 等候与律师面对面咨询 更棒的就是他有请律师的询问资讯 让我们民众可以面对面跟律师谈 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有法律的一些支持 从遗产收养 清竹造养纷争 车祸纠纷到土地争议 原保地申办等问题 县议员林玉芬陪伴以及主语同步翻译 族人没有了语言隔阂 更能够详尽阐述 律师李嘉宜免费咨询 剖析问题核心提供相关法律的解决之道 年轻热心的律师李嘉宜 在一次因缘机会下获知了解先议员林玉芬 法律下乡咨询服务的需求与想法 二话不说 欣然接受这项服务挑战 李嘉宜希望借此让法律知识更能普及化 我觉得律师其实还是有他的公益面存在 那我也就是自己有一个就是想法是说 其实让民众觉得说法律并没有就是特别的 特别的遥远 那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机会 就是让民众至少有一个基本的方向 那当然说后续要去申请法服 或者是说是不是要委任律师 那也都是可以分析利弊给他们听 就南区部落族人或民众 因相关法律接触机会少 再加上花莲南北辖场的地理环境 就算有法服服务 也得要花上百公里远的花莲市区 往往因此却步造成自身权益受审 因此现议员林玉芬 直接将律师带到族人面前 希望能够有效解决族人的困难 那这一次他来 解决了很多我们 给我们很多的族人一些方向 其实来问的都很多 有关很多法律的案件 不管是继承 土地 各方面面的案件都有 那因为李嘉宜律师的专业 让他们知道怎么来处理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让我们的族人 比较安心 也比较放心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不会很慌乱 这一次接受法律咨询服务的族人 由于多数亿人就有好几件法律商的问题 因此受力咨询的案件件数就多达 14件之多 现议员林玉芬除了感谢律师的协助 未来也将会在每个月定期来办理 提供南区部落族人 以及民众更贴心专业的法律咨询 记者是预兰瑞瑞采访报道